沒關係 嘿吧,你好,我是讚,Soreishi 那今天做我們的Anime 4月收到 當然啦,我不是講反作用力,而是講這個 這一個槍啦 不過很久沒有什麼講卡啦,很久了 因為真的是排很忙啦 嘿,新觀眾,這邊 有一個紅色的BOT,是不是 跟他一BOT的要BOT下去 就算我姓戰友了 好,我介紹的卡就是 左輪手槍龍了 就在有一次玩的EM 鬥哥,啊不是,是祭司 祭司呢,對在城市內,因為祭司呢 是為了跟裴卡斯要復仇 我要替我兒子報仇 所以他就跟城市內對戰 而祭司呢,他的卡組是用機械卡組的 祭司他就說他真正王牌 叫做左輪手槍龍了 這卡是可以向怪獸進行散射攻擊 但是,他攻擊是有1%的機率 才可以無效 也就是說,他其中一任攻擊啊 有可能會沒有打到左輪裡面的輪子啊 可能有子彈或者是沒有子彈這樣子啦 他會直接破壞城市內的怪獸 只不過呢,城市內是用寶貝龍和 然後,世界魔術士呢,他把左輪手槍都變成勝去了 不過,即是他有辦法把他怪獸火的 不過,幸好 城市內他用正宏眼黑龍啊 這樣模仿魔術士呢,copy 金屬化,讓正宏眼變成正宏眼鐵龍啦 直接給左輪手槍一個環境 而且在GS呢,也是有在出現 他只能他特地拍一個影片呢 就是嚇死在他們,直接用左輪手槍 嚇他們,然後甚至直接講 It's a prank 你們上YouTube的 左輪手槍然後發行為 鋼鐵襲擊者,發效果為 一回一次,以對方一隻怪獸作為對象 這樣進行散射投幣了 如果兩次是正面的話 直接讓怪獸破壞 我們看一下他們兩個差異啦 動畫啊,他是可以散射攻擊 可是他是二分之一啦,過在現實啊 他是以同胞為主,但是他只能是對戰 而且你要正面兩次才可以 我們介紹相關系列卡吧 雙管手槍龍,當這個卡召喚反轉召喚特招時候 選擇對方場上一張放動 如果進行兩次的投幣 如果兩次是正面的話,選擇卡就可以破壞 回彈手槍龍,一回一次 以對方場上一隻怪獸作為對象 進行三次的投幣,如果是正面的話 這樣那張對方卡就破壞 卡通手槍龍,這個卡召喚反轉召喚特招時候 就不能攻擊,如果自己場上有卡通世界存在時 如果對方沒有卡通怪獸的話 這卡可以直接攻擊,一回一次 以場上那隻對象才能發動 進行三次的投幣,如果是正面的話 就讓任何可能破壞,往面走路受槍龍 如果自己場上有機械族按屬性 被迫戰鬥破壞時,或者是效果破壞 才可以發動,這卡可以特招 一回一次,自己迫著對方戰鬥階段才可以發動 進行三次的投幣,選擇到正面的數量和 場上才可以感受表達出破壞 上次如果是正面的話,再讓自己抽一張卡 這效果發動回合呢 這卡不能進行攻擊,這卡送去目的 第一場合手上才可以發動,從卡組裡面找 一隻氣性以下怪獸卡 是有投幣的效果,才可以加入手牌 第一炮龍,一定要走路 手下樓和回航手下樓才可以 投幣三次,如果其中出現是表側 投幣啊,是正面啊 投幣的數量的話就可以破壞 這效果一回一次,一定要在足跡才可以使用 接下來是左手上樓的話 第二圖案 這是有心客串的,通炮幾 一回一次,進行投幣的效果才可以發動 你那個效果正面出現 可以得到這個效果 一,給予對方五百分之傷害 二,選擇對方一張破壞 三,把對手卡看下,然後選一張丟棄 進行投幣兩次以上可以發動 既有目的才可以出外 進行投幣兩次以上的話,效果發動時 這個卡從附地可以直接出外 那些投幣的效果結論 全部當作狀態使用 如果你自己是怕太過非洲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放這個卡 第二次機會 效果是 這個卡名一回合使用一次罷了 自己進行投幣的效果時候 你還可以重新再一次 注意哦,它是針對硬背,不是骰子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是用左手下樓 你要一次過投完 而不是第一次你投幣啊 第一次,哎呀弄錯 再用第二次機會的效果 那個不可以 除非你一定要一次過弄完 然後你才可以發動第二次機會的效果 再可以再重新投幣 如果你有用這個效果的話 我建議你最好是要寫一張紙寫下來 不然你會忘記 每一版的遊戲完了 一定會修改的圖案 避免造成18禁,血腥,武器,以及忠孝等等 因為這個左度手槍龍啊 有點像左度手槍的樣子 所以它把全部的左度手槍改成雷射槍 以上是左度手槍龍的講解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了,影片到尾了 如果你超越中級,超級無敵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LIKE Share給我看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東西,請按小鈴 記得按小鈴 以及下方桶梅給我 謝謝,放進這個五個方式不一樣的 如果要看這裡是你過獎 我就用左度手槍龍跟他玩 銅碧的效果就可以了 沒有,開玩笑吧 好了,等我們一起玩啦 CHAOS 來來來來,又再更新了這個方桂 那這一次呢,我們先看這個圖案 來,10秒鐘開始 那記得啦記得 然後先按按鍵鈴,你就記得啦 OK啦,拜拜